天哪天哪来看看这真的是严重夸张了 拜登脱口而出的这回又说了什么话 他到底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惊吐出他的心里的真心话 还是他只是不小心的又失言了呢 告诉大家这回他失言的内容跟我们台湾有关系 他到底说了什么 好现在告诉大家网络也炸锅了 世代交替也炒翻了 现在先来看看的是 在美国华府广播节目著名的主持人 这个加兰尼克森的访问的节目当中 你看原本整个推特发文曝光 而白宫内线消息透露 当时在问的问题是说什么 有什么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具灾难性的事情呢 结果你知道拜登总统他怎么回答吗 他居然回答说 等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了 你没有听错 这是从拜登美国总统口中说出来的话 他是失言吗 还是他是惊吐了他的真心话吗 真的很夸张 来看看蔡振元就说 怎么会用这种心态 即使是就算你是口误 就算你是闲聊 但是假设你是这种心态 是拿我们的生命财产在开玩笑啊 好台大哲学系的教授呢 愿举止也说了 这种话能够脱口而出的吗 怎么可以讲这种话 要负责任的耶 好网友当然很多人炸锅了 但是又告诉大家 好有人说有几个名嘴还有媒体敢说实话呀 你去看看现在的这个电视台 几乎好没有人敢来真的来讲实话 那也有网友说两岸都需要觉醒了 不能被政客就这样子出卖了啦 天哪大家都惊呆了惊诈了 好有网友说台湾以为美国的承诺是抗中保台 哪里知道美国计划是抗中灭台吗 好也有网友说不要再做美梦了 台湾的父老兄亲姐妹们 好真的要有觉醒了 那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的诗言一直不断 但这回真的他的诗言跟我们台湾有关系了 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好这个拜登居然回答说 等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就知道 先带你来追踪 这个消息是由一个广播节目的著名的主持人 在华府非常有名 大概是属于第一把手 叫Garen Nixon 我们中文翻译成迦兰尼克森 我在我脸书里面有把他的背景 他的这个TwitterLinkLinkIn都推上去 然后他今天早上发了一则推特 他怎么写Breaking News 就是破天方的消息 他说白宫的内线消息告诉他 说当拜登被问到 有什么比新保守这个乌克兰方案 更具灾难性的 什么叫新保守乌克兰方案 叫做Nircon Ukrainian Project 就是如何煽动俄乌战争爆发的 这样一个计划跟方案 现在在华府上被称作Nircon 这个Ukrainian Project 当然有人讲Nircon是讲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 但这里是泛指说如何让俄乌战争 让美国来压制俄罗斯的这么一个方案 拜登怎么回答呢 他的用语说 拜登回答我的翻译 等一下当你看到我们毁灭台湾的计划 就知道 他的原文是什么 拜登 responded Wait until you see our pla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aiwan 我都发现应该很贴旋大的用语 然后这个Garen Nixon 他主持的广播节目在华府 是KBFK90.7FM 是非常有名的 他比台湾的任何一个广播节目 不管是唐湘隆 周一寇 任何人知名度都还高 他们美国参众议员 每天早上打开他的广播节目 就要听听Garen Nixon 今天有没有修理他 有没有修理罗志强一样 所以他是一个很知名 前几天 当时拜登宣布访问波兰的时候 Garen Nixon就说内线消息告诉他 说拜登会访问基辅 结果白共观点说没这回事 果然他就几乎出现了 所以你不能不说 Garen Nixon 我也不晓得他 我没有统计过 他的爆料的这个次数的正确性 到了什么程度 但是不可否认的 他不是空穴来风 他绝对不是捕风捉影的一种电视节目主持人 那拜登怎么会脱口收出 对 等一下 当你看到我们这个毁灭台湾的计划 意思就是说 呼应他前面你来问他 前面问他的人讲说 这个 我在英语教学 这个 这个 if there could be any greater disaster than the Neocon Ukrainian project 我看完我都很傻耶 对啊 那他们在会议里面讨论了以后 那白宫一定参加会议的人 透露给这个 这个 这个 Nixon 不是那个Nixon 我听到尼克森就皮皮刺 白宫怎么会会用这种心态来处理 即使拜登是一种口误 或者是一种 一种闲聊 闲聊 但是心态是这样的心态 很恐怖耶 拿我们的生命财产在开玩笑吗 希望是口误 来看这回 来 大家会不会担心 在我们的YT聊天室 你留言告诉秀秀 你很担心的话 刷家宜 如果你不担心 其他想把简移 留言等等 秀秀来点点名 的确 现在来看 俄乌战争 将在2月20号 马上就要满一年了 来看看 俄罗斯跟乌克兰到现在还在打 要打一年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 21号 所公布的最新民调形式 有过半 51.6%的民众 担心台湾变成下一个乌克兰 担心台湾变成乌克兰第二 43.6%的民众 他们不担心 换句话说 过半 大部分人 相对于 这个大部分的民众 大家都担心的 对此台湾民意基金会 董事长游英龙就分析了 去年大家还记得吗 而乌战争刚刚爆发不久 乌克兰当时孤立无援 近六成的台湾人 犹如惊弓之鸟 一年之后 虽然还是有过半数的台湾人 很担心台湾会沦为乌克兰第二 不过相信之下 大家心情好像已经笃定很多 也放松了 另外民调也问到了 如果明天中共突然出兵打台湾 你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吗 结果大约43% 相信美国会派兵协防台湾 那40% 将近47% 46.5%的民众是不相信 双方看法是分析 不过来看是 不相信的人是稍微多于相信的人 但是其实数字是差不多的 代表说相信的人跟不相信的人 人数差不多 但不相信美国会出兵来协防台湾的 稍微多了一些些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的成分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它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 它是还原成水的 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 对儿童都没有影响 重要的是 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 好几保持器都没有问题 很好奇在哪里买吧 直接上快点购